阿根廷这个国家 或许很多人一听到这个名字 就会想到一种音乐 叫做Tango音乐 那要聊到阿根廷的Tango音乐 其实我们可以聊到一个 非常有名的一个作曲家 他叫做Piazzolla 那这个音乐其实最早期 它是在所谓的中下阶层的社会里面 所产生的 那那个年代因为阿根廷 它本身的政治也不是很稳定 所以有很多的穷人 或者是有人生活不好 所以它对生活的现状 就会非常多的埋怨 所以慢慢的演变出 用Tango这样子的音乐来演唱 把心里面的不舒服跟不满 都把它抒发出来 那我刚刚提到的这个Piazzolla 这个作曲家 他自己本身是学古典音乐的 那他就一直讲说 他应该要把自己国家的 这种特色音乐 融入到他的古典音乐创作里面 所以他就开始做这样子的一个尝试 就没想到在自己的国家 他不是很被接受说 他用这样的方式去创作Tango音乐 所以他就很失望 后来他又跑到了欧洲的巴黎 那我们知道巴黎在那个年代 应该是全世界最时尚 而且也是能够接受最新的观念的一个城市 结果没想到在那个地方 受到很多很多人的喜爱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用 完生乐团演奏这首Libre Tango 跟大家来分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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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